欢迎来到这一期的罗欧北梅 我是高亮 这一期我们将远赴美国的德克萨斯 通过玩车文化 高级定制手枪 还有牛仔大赛这三期 给大家呈现不一样的狂野人生 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第一位主员工 一位在达拉斯经营改装店的华人老板 简森 大家好 我叫简森 我来美国已经挺长时间了 就是我当时呢是来美国上学 然后为什么开这个店呢 是因为这个第一自己的兴趣爱好 我很喜欢车也很爱车 第二呢就是说 杨家户口嘛 就是车这一方面的东西 就是还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business 德州位于美国中南部 以平原为主 道路比值 同时这里还是全美最大的产油州 油价便宜 自然而然的孕育出了大马力八缸鸡肉车 这也直接导致了他们对于马力的认知 与我们截然不同 咱们德州玩车名风比较彪悍啊 就是说我们这儿属于一个 这个1000匹属于一个坎儿 就是说您的这个车吧 如果说您注意说 哎我跑直线加速的会怎么样 如果说没到这个坎儿啊 就是就是你自己心里面有点 你懂我意思吗 有点上不了台密 对有点上不了台密你知道吗 其实都是很正常的在我们这儿 其实只是一道坎儿 我没觉着就是说 我的车1000匹是一个炫耀或者怎么样 这只是一个我们这儿的一个坎儿在这儿 我现在改的最夸张的一台 我其实店里面改过很多很多特别夸张的车 但是最夸张的一台 在我店里面做过一辆1000匹的这个Honda Civic 就是这个本田私域 然后呢我自己有1400匹的这个checkout 然后呢另外我们做过一个demon 有上1750匹 千匹只是一个一个台阶 这是我们达到检验我们自己的一个标准 就是说跑出来的成绩好与坏 我觉得才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评量 就是这个改装案例的 是一个好的案例还是一个坏的案例 男女老少在一家里面 可以说就是至少得有一两个人是玩车的 不单单是汽车 摩托车 哈雷 包括越野摩托车 皮卡在我们这都是一个 就是每一个群体都有很大的一个技术的玩家去玩车的 这是我平时下trail的一个摩托车 平时跑零道跑比较多 KTM的这个250 然后这个是我平时下载道的摩托车 这个是Suzuki的RM250 但是所有的机器 整个车全部都改了 然后机器也是重新review的 然后这边是我收集的这个车牌 就是有一些很老很老的车牌 就是几乎在路上你没有见到过的 然后但是大部分的都是比较新的车牌 就是各种各样每个地方的车牌都有 就是我比较喜欢收集这些东西 包括这个Howell啊 我儿子比较喜欢 所以说我一般就是到哪儿 见着比较稀奇古怪的东西 我就会去去买一些东西 然后这边有一些我的一些 平时一些模型 包括一些小乐高 上面的轮固是探线轮固 是我哥们他们公司自己做的 虽说美国人民的动手能力强 靠着强大的民间科学 没事就喜欢在自家后院 鼓到出点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 但专业的事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干 那德州的改装店和国内的有什么不同呢 德州的改装店其实还是挺多的 就是说首先你得看你做哪方面 如果说你单纯的安装这方面的东西 那在咱们这还不能叫做改装店 这只能叫installation 就是安装店 如果说改装店其实在德州 你得有这个能力 你自己能传辆车出来 给你个壳 你自己能把发动机 能把所有东西 电脑所有东西全部都给它传好了 让这辆车合法的在马路上开起来 这在我们这才叫改装店 安装店有很多 包括muffler shop 包括什么缓轮胎做保养的这些 都有很多很多 但是你说你自己能传辆车 或者说你能自己切个宽体 给我切的完美了 在我的字典里面 我才能把它定义成为德州的改装店 然后这边主要是 这一块一般是我们堆放一些东西的 包括我们rebuild发动机的 在里面那个角落里面 我们平时自己 包括车上面的一些发动机里面的一些配件 这些东西 我们平时会堆在这个角落里面 这几个工位 这些工位 都是平时我们干活的一些工位 然后这车现在是F80 M3 我们现在马上准备把发动机拆出来 准备built internal 然后放大窝纶上去 然后这边刚刚那C63 507 刚完事 我们装了激增 换了排气 包括后代的LSD 这个换了这个所有东西 也刚刚完事 也这个大活 刚完结束 然后这边这个特斯拉 我们现在是 客人撞了 2022年的新的Model S 装了之后 等配件等不到 买配件买不着 客人索性直接说 把里面东西全部拿走 想换一个这个地域帽的发动机进去 这也是会是一个比较好玩的 怎么样的一个project 我的这档大机是2003年的一个 怎么样的一个shell 一个车壳 然后我当时买这个车壳 是因为我很喜欢搭机这辆车 但是我并不是特别喜欢新的搭机的 然后拿回来之后 我对这个车的发动机进去 那个替换 我换了一个5.5机械增压的机器进去 然后随之而言 换了新的机器进去 这个车开起来的感觉 让我觉得有点散散的感觉 比如我就着重升级底盘这方面的东西 我就在网上一直找 找了一辆2011年的四乘四的打击的 这么样的一个底盘 我把整个车的壳 包括机器又全部移到了四乘四的底盘上面 包括里面的内饰 全部都是我从奔驰的dealer 全部都是全新的内饰 包括dashboard座椅 包括底下的地毯 所有东西全部都是全新的 像车的外观的一些小的这些detail 基本上全部都是从欧洲里面过来 这一套下来 我差不多等了一年半左右 所有东西全部都到齐 一年半左右 然后钱其实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 但差不多在12万左右 所有的东西全部这一套 那家家都有改装车 改装厂 个个都忙不过来 1000匹的八缸猛兽 在合法限速下 根本就按耐不住 随之而来的 在当地也就孕育出了 臭名昭地的地下赛车文化 达拉斯呢 也就成为了全世界最著名的 地下非法赛车组织之一 1320的主要聚集移 那要说到1320呢 它其实是四分之一英里的一亿 当你看到这四个数字的时候 也就意味着你即将目逐一场 危险程度远超想象的街头赛车 就1320就是他们的这个根基地 之前也在达拉斯 也有自己的改装店 也在达拉斯 包括underground racing 也是在我们这儿 包括休斯顿都有 警察肯定知道我们在那儿玩 但是警察一般来说 不会刻意地进来 搅我们的局地的安全以外 就是说如果警察来了 我们会跑 一般来说在德州的情况下 警察是不会 不太会就是说去追你很少 包括警察他们也不想我们会有什么意外发生 你知道吗 所以说在我们这儿就是一般来说 你不要去惹警察 警察也不会来惹你 在美国最高线索85就是在德州 那个地方就是在 因为我现在有孩子了 我有家了 所以说我现在不太那么的疯狂的去玩这些东西 但是早在一千年前 我也去跑 说疫情之前那一阵 每周四周五周六晚上三点半 进了这个隧道之后 就是我们会根据车的马力 包括哪个国家的车 包括你是什么样一个改装的车 我们层层分级 我们进行这么样的一个街道上的赛车 在我们去之前 其实今天晚上群主就会在里面已经说好 今天晚上是什么样的车 多少匹到多少匹 你可以参加 就是说我当时刚开始在我们这玩直线加速的时候 说实话就是 也有被人鄙视过 也有被人瞧不起过这么样的一个眼神 但是说实话就是到最后 用什么方式去征服别人呢 你得够快 就是这么简单 你车够快 你就足矣了 我是从我 我18年的时候买了一辆Truck-Ock 然后我把他改到轮上的1400匹 然后我们跑直线加速去 也就是说只要你有点东西拿出来 能让别人看到 别人其实很尊敬尊敬敬你的 这跟您的肤色从哪来的 你的英文好不好 这种没有任何 一般像我们这种大马力的车 没什么人会说 我俩比起步 没可能的 大家都是rolling 对不对 rolling的话 你有听说过120肉的吗 就是从120开始肉 就是说 我们这会这么玩 就是说我们 从120开始肉 就是怎么样的一个rolling 上个峰顶 你能跑多快跑多快 就是说 没有一个 一个点就是说 你跑到这儿算赢 这是终点 没有这么说的 踩到你不敢踩了 你就输了 那尽管地下赛车文化盛行 但总要有正规的场地 让人们抒发对速度与激情的热爱 大名鼎鼎的直线加速大赛 TX2K 因此孕育而来 每年有超过数万名的车手和观众来到现场 见证新一年直线网的诞生 每一年的TX2K TX2K是每年最大的这个 夏天的时候 是每年最大的这个直线加速比赛 然后它主要是面向于各个厂家的改装店的 就是你如果是私人的话 你还不太好参加这个比赛 因为他会觉得你不够专业 就是说你得要有自己的这个团队 你得要有自己的这个赞助商 然后你得要跑出过很好的成绩 今年的冠军差不多 今年在我们这儿的冠军 是JOTAC改的一辆这个 1800多匹快2000匹的一个GT2 秒数基本都是7秒多 就是8秒以内的车 就是没什么会跑出8秒以外 往往以外你也没什么资格参加这个比赛了 你就可以在家里玩就完事了 一般一般客户在这儿休息休息 就是等东西的时候 就是等这个保养的时候 一般会来这儿坐一坐 之前我在这儿有一个这个 菜车模拟器 但是我这段时间为了练习一下 搬回家玩去了 就是 这两个轮毂是 也是探先的轮毂 我现在拿它当这个 茶几的脚 我现在正好在跟我另外一个朋友 我们在做一辆这个LSX的发动机的 E39的M5的这么样的一个移植的这么样的一个案例 就是我一会儿给你带你去看一下 到他店里面去看一眼 是 全世界就有一辆 你也不会再见到第二辆 就是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 客人花了很多很多钱 我们就完成了这个案例 就是 非常非常非常 unique的一个案例 我们到时候一起去看一下 接着简森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当地美国白人开的改装店 来的路上 一切都是轻描淡写 但到了店里才知道 又是一位改装界的大神 而他们合作的这台M5 也绝对算是一台狠狠 这个是Dainan的M5 就是本来暴雨量就非常非常少了 然后加上这个放了LSX进去之后呢 就更不用说 我要不止十块 就是当然你要是能又少有又快的话 那是另当别的了 但是这种情况下 就是首先 你们这些有见到过M5里面放LSX 肯定不可能 对吧 这个是我知道的世界上的唯一的 这个车 反正连我们改的这个机器 带做它的Kit 然后加上变速箱 所有东西移植一套东西 好像一共是八万五千多块钱吧 我刚刚给你介绍那个Luke Luke原来是Dallas Performers的owner之一 Dallas Performers是全美国改Colvita Colvita跟M5Gini改的最好 店 这边我们做的是LS2 Corvette 我们放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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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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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一千匹的Z06 就是在我们这儿在德州 如果说你去car me了 你看着排气不错 是什么排子的 阀门排气 大家就会心里边就会 就是 就是在我们这儿 这个传统就是说 德州怎么想怎么大怎么来 没有人会说 我排气装了个阀门 没有的 没有这么一说的 这车是一个比一个改的邪乎 那要这么改下来 这费用可怎么算呢 改装店的技工们 收入是不是特别夸张呢 一般来说 月薪的话 差不多在8500到1万美金左右 非常非常客观 达拉斯的年收入 差不多在7万到9万之间 属于就比较高的收入了 如果说你如果能过10万的收入的话 那就是相反上的很可谓的 其实我的专业是学音乐的 我是吹小号的 我从8岁开始吹小号 一直到现在我也没停 就是说上学的时候 我的专业也是音乐表演专业 我属于就是把自己关起门来 静静的玩车 那么样的一个人 就是说 如果今天我决定了 早上起床 我得在车库里面 我得装个窝轮 在我的车上面 我可能会一天两天 一周不出门 其实玩车性质就是这样 一旦有了这个性质 你就得做 你得把它落实到行动上 如果你不落实到行动上 你不做的话 这个事很快就被你耽搁了 所以说每当人 大家在路上看到我的车之后 跟我交流的时候 我跟大家说 我这么个车 是怎么样传出来的 这么样的一个过程 大家都会非常的惊讶 所以说 这其实是我想要的一个效果 因为玩改装车 必须得玩不一样的东西 你才能玩的长 玩的久 而且感兴趣 如果大家都玩一样东西 很快你就会累了 累了之后 也就没那么有兴趣了 其实 对于所有的汽车爱好者而言 地下赛车 一直是大家绕不开的话题 不管是在日本的湾岸 还是在美国的大平原上 希望大家都能远离马路飙车 用更安全的方式 享受汽车 所带给我们的乐趣 告别了简森之后 我的同事光光回到了酒店 数了数包里的现金 因为明天 他要在达拉斯 进行一笔大额交易 完成他人生的第一次 这多少钱啊 这个9200元 他一共是多少钱 你订下来